我們來看一下年次這個地方怎麼做出來 那其實是有一個比較標準的做法 如果按步就班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這樣 反正我以後做對的那個步驟 我以後都照同樣步驟做 而且我會把它記下來 我以後就不加思索 我就照這樣的方式做 那好處是 絕對不會做錯 而且好處是 我也不用再動腦筋了 因為我每天都一直在動腦筋很累 所以你會用一整天回到家就累到不行 所以最好的方式 最好很多事情都不要動腦筋 錯過的事情 就把它替下來照著做就好 ok 所以有時候真的 不要以為自己都很聰明 然後就一直要想用別的方法做 最後發現其實只是累自己而已 ok 所以我的習慣是分享 所以我剛剛跟會講 我只是比大家多會一點點 我只是把那麼多會一點點的部分 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經驗 然後可以讓那個工作其實 是還蠻愉快的啦 我覺得整體上 使用這個工具的經驗都是好的 ok 而不是說 一直都是覺得好像很痛苦 不會啦 完全不會有痛苦的感覺 只是感覺 哇這個工具實在是非常棒 好 那再來的話呢 黏刺部分怎麼做 接下來第一個 為什麼剛剛我用電子切的時候 切出來的結果會是29 其實這邊跟有一個問題有關 什麼問題呢 你可以把滑鼠先移到C4按右鍵 除了旋印 除了這個格式 除了隔式 裡面的話喔 你可以看到呢 這個地方喔 它會有不知道 除了隔式的地方喔 先切到通用格式 你把它切到通用格式部分 按右键 你可以把它改为通用格式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按确定 通用格式就是它原始资料 原始的内容是长这样 也就是它里面是个什么 29846 那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跟各位讲 日期在Excel里面 实际上就是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怎么来的呢 就是跟1900年的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也就是29846 就是那个人的生日 距离1900年1月1号相差这么多天 OK 应该可以懂意思吧 只是那为什么变成 刚刚这个格式呢 因为我们背后呢 给它一个按右键 儲存的格式里面 制定 每一段就是给这个公式 那至于这个公式里面 是放什么意思 其实 大家目前你可以先不用 特别去生锈 本来意思就是一 一应该知道吧 一就是年 前面的话 因为是繁体中文才有的那个民国年 然后呢 M的话呢 就是月日 年月日 那所以呢 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东西 将来我要切 就可以切到那个70这个字的话 那你首先需要分两步骤做 第一步骤的话呢 请你先滑鼠右键 出售个格式 然后呢 点到自定之后的话 然后把这个自定的公式复制一下 好 复制了 OK 第一步哦 请你反正以后使用test函数 那你就记得把这个步骤一定要记下来 那复制之后贴到哪里呢 因为待会test函数 里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资料位 第二个参数呢 第二个就是formate test 请你把这一个公式 放在formate test里面 就OK了 那他就会自动帮你把 你看到的东西 真实的转换成你要的那个结果 OK 所以哦 那另外特别注意哦 可能我的版本是2007 那有的同学是别的版本 可能上面的公式 不一定完全一样哦 不一样没关系 反正就是以你目前的版本为主 你不要跟我打一样 结果就不 好 就结果不一样 好了 复制一下哦 按确定 所以第一步哦 先把制定里面的公式先复制 第二步的话 再点选这个年次的第一次出生格 然后再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test函数 所以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test函数找到 然后 请你把那个 刚刚复制的东西贴到formate test 这个 这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里面 那贴上之前啊 请你先加两个双文号 移到中间 再贴上 因为呢 你贴上的东西 一定是要文字哦 然后 如果没有加前后双文号 会发生错误 记得 test一定 所以formate test 一定要是文字 那我就在前后加双文号之后的话 把它贴上 Ctrl V 好 那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把value 指向哪里呢 指向这个生日 意思是把生日的资料 它有点像一个过滤器嘛 就是说 我现在呢 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过来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29 有没有 29846这个数字 然后经过这个formate test 之后的话 它得到的结果就是一个文字 它就帮你转换了 有没有看到 其实从上到下 记得哦 你可以看一下 那个test的函数 它右边这些显示的东西 那你就知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OK 好 所以你按确定的话呢 它就真正变成一串 74 有没有 74年的斜线9 斜线17的这个文字 OK 按确定 好 确定之后的话呢 它还没结束 因为我只要70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 你看 你再把这个公式 不包含等号的部分 把它剪下来 不要剪到等号 然后再插入一个laps 函数 再去切嘛 切的话用laps laps 就前面两个字 把刚刚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的资料 贴到哪里呢 贴到test里面 就这一串 有没有 然后只取两个字就好了 两个字 哎 你会发现哦 这一串文字 只要切前面两个字 那得到的就是刚好70 OK 这边其实都会显示出来 所以你慢慢习惯什么 看这边右边的讯息 如果右边的讯息 得到的结果 没有错误的话 那表示呢 你做的动作 应该是 结果是对的啦 OK大概是这样 所以第一步 先把自定里面的公式复制 第二贴到哪里 贴到test里面 然后再来就是把test得到的结果 贴到laps里面做切割 好 那再来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但是哦 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呢 目前呢 得到的资料哦 因为是用laps所切割的 laps是文字函数哦 所以哦 理论上呢 他得到的这个70 这个70 它会是什么 70的文字 不是数字哦 所以将来哦 你要做统计哦 或者做群组的时候 像群组好了 那群组的话 一定就是用数字 你用文字 它没办法群组 OK 所以怎么办呢 最后啦 当然如果你少加了一个动作 就是把它转成什么 转成70的数字的话 那以后你樞纽分析表 得到的结果 也会是错误的哦 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另外的话呢 像如果你没有把它转成数字 将来用V的函数要查 找也会找不到 因为可能你查的来源是数字 你这边是文字 两边看起来是一样的 但是 它两边会对我们是不一样的东西 这个也是很常发生的 因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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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形态 这个观念如果没有 就真的 很多时候 你就真的 怎么样 就没办法找到你要的资料 这个点 最后要怎么样 把70的文字 改成70的数字的话 那很简单啦 就是用Value Value Value它函数的话呢 使用的方法很简单 就是你直接怎么样 把这边打勾 再把这个公式怎么样 再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要做很多层的公式的话 我还蛮建议 你先做里面 再做下一层 再做下一层 一步一步的 你可以做很复杂的公式 都不会有错误 然后把它减下来 不包含等号 然后再插入什么 插入那个文字类里面的 把那个文字转数字 那其实 这个每个 上面这个底下有说明 那我怎么知道说 Value是可以把文字转数字 其实你们也可以看一下 它下面有说明 将文字资料 转换成这个数字资料 有没有 它这边就有说 所以我是建议 如果各位平常 使用那个 就有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不妨 可以把里面 每一个函数 到底它能够做什么用途 稍微瞄一下 里面大概就250几个吧 你有空的话 瞄一下 有时候刚好遇到什么状况 好像曾经 有印象 哪个函数 可以做什么事情 那你就照着 它的论题 提供给它参数 它就会帮你做出结果来 按确定 然后把刚刚的那个东西贴上 那各位可以发现 在这边的那个什么 资料 谢谢 它就会怎么样 就会把那个文字资料 转换成数字资料了 很明显嘛 所以慢慢要习惯 看懂它提供的任何的讯息 你只要讯息上面都确定的话 所以真的 后面的资料也就不至于会犯错了 反正每个环节 一个环节 一个环节 层层是都有关联的 按确定 好 然后呢 但是你会发现 你丢过来东西 它会误以为 你丢了一个什么 丢了一个日期过来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再把它按右键 出现个格式怎么样 再把它改回通用就可以了 OK 改回通用 按确定 向下填满 这样就OK了 所以有的时候 它变成日期 大概是它误判 它以为说 你丢了一个日期过来 那你没关系 你把它改回通用就好了 大概改回原始的形态 那就会是数字了 OK 那如果说我今天有这个栏位的话 我要去统计 这个会员里面到底占比最高的是哪一些人的话 那基本上就比较简单的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我刚刚我讲的 再试着做做看 那对应到奖益里面的话 基本上是在那个第16页的部分 你当然不建议你从头打到尾 因为当你从头打到尾 最后做出来可能也会有不一样 像那个刚刚的这个爱佑界 出称的格式这边 出称格式的制定 像这一串公式 也会因为你的版本不同 而会有不同的公式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小心 不是说你今天照着我上面这个 这个公式照着打就OK 有些 这个版本不一样的话 也会有不一样 那你会发现我现在上面看到是什么 钱的话 这个有仅404 跟上面这个版本 也不一样了 有没有 所以可能 有些地方版本不一样 也会有一些些差异 主要还是以目前使用的版本为主 试试看 那做完之后 待会我们就要来看 如何再针对它做什么 插入这个所谓的枢纽分析表 OK 那枢纽分析表如果今天需要统计的是 不同的年次 它的占比各是多少 或者是数量占比 那怎么去统计 所以有这个是要做OK 就快很多了 如果没有 当然你就做不出来 试一下这个部分 但是 你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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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